嗨 我是蓉蓉 又到了我們防疫特輯親子料理小教室的時間啦 最近拿鍋鏟真的是我這輩子最長的時刻 連洗鍋和瓢盆都洗得好厭世喔 但慢慢的你會發現原來料理那麼好玩 一次成功成就感十足 不成功你會想幫社團去鑽研去求進步 找到適合的料理方式 有人說料理也是一種紓壓的方式喔 這點我相當的認同 甚至你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是很棒消磨時光的好方法喔 今天的親子教室呢 是小伊亞子丁說要做的 棒棒哈 老實說我也是研究了好久 終於找到適合的料理方式 好啦 浩子都說 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喜歡的話記得按照我們的粉絲團和IG 裡面有很多我們的生活日常喔 製作棒棒糖的材料有 水30ml 砂糖20g 麥芽糖120g 梅子 烘焙包裝鐵絲 烘焙包裝袋 棒棒糖棍棒 我選的是10x0.35公分的 還有糖球 溫度計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棒棒糖模具 現在呢我們就要來開始製作糖液啦 先把水 糖 和麥芽糖 全部加進去 如果妳遇到煩惱 請不用太在意 我在這陪著妳 最喜歡妳的 麥芽糖有點黏稠 所以處理呢有點麻煩一點點 我存在的意義 只想永遠陪著妳 給大家看一下很黏稠的樣子 好看 好啦溫度差不多啦 就關火啦 開始 成不成功就看現在啦 現在呢就是要等到它變硬啦 這個時間有點長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來收拾 媽媽就是要利用這個時間 來做一些家事 燈燈 對 這裡是 口家 哇 好美 雖然形狀有一點獨特但是 還是成功的 好 男孩的你能否告訴我 我怕有點刻意 但我其實一直好想說我 真的希望 哇!我們的棒棒糖終於完成了 真的是研究超久的 好啦!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做的棒棒糖 歡迎大家多多留言給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